你的人生 你的生命 不是由你父母来决定的 他们是你的父母 但是父母对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前面的二十年 所以如果你前面二十年 你活得很不快乐 你可以说都是我爸爸妈妈 都是我的家庭爱的 那我 我绝对支持你 我也会好好的跟你谈 我也会跟你来想 我们怎么样做出这个困难跟痛苦 但是如果你到了四十岁 你到了四十岁 你还来跟我讲 说我今天会活成这个样子 都是我爸爸妈妈害的 我说你活该 为什么 因为你二十岁以后 你二十岁以后 你没有对你自己的生命 做足够多的探讨跟学习 你没有去好好的了解 你生命的问题在哪里 你没有好好的去面对真正的问题 你让那个问题继续的延伸 所以二十岁以后 你要成为自己的主人 而不能多说 我今天会这样多出我父母牌 那要走出父母的影响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改 就是长大以后 童年有任何的创伤 长大以后都要学习 不去追究负责任 212 008 510 2 4 5 谢谢大家